大家早 12月20号星期一 这四天的最后一个训练日 今天起来感觉还行 稍微有些疲劳 昨天下午也进行了跑步训练 今天的计划就是14公里左右 今天减强度 大家一定要张弛有度 而且我看有个评论 小伙伴分享自己的训练 说也要练脊修衣等等 我的亲身体会是 如果你刚开始想加量训练 如果你每次训练都 是自己相对的一个 不能说极限 是一个比较大的量吧 那这个时候其实连续连四天是很难的 我也是今年才开始稳定的 能连续连四天修一天 之前一直是三天 而且我记得当时 前两天都是20公里每天 第三天是十四 但是第三天那个十四 就已经很艰难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循序渐进啊 像到了冬天 我起跑之前会稍微吃一口东西 差不多一片吐司 再量 然后喝咖啡 夏天也喝咖啡 像是夏天的时候 好多时候是不吃东西 大家翻翻我以前的视频 有那种拍吃喝的 不多聊吃 每个人都 观点都不一样 今天穿了点薄的衣服 冷空气 冒死是过去了 行 前面光线不好了 有点再量 突然想聊点什么呢 突然想聊点心率 心率监测 我现在今天 在一个疲劳的状态下 大概是要比我 三天前的 休息室之后的第一天训练 同等的强度下 心率高 四下左右 每分钟 差不多是这样 包括晨起的心率 我在温暖和静下 家里等等 基本都是靠手表的光电 甚至室内训练 有关注我 Scribe的小伙伴 看我会同步一些 室内训练 也都是靠手表的光电心率 然后户外 不管是 就不能说户外啊 就是跑步 冬天夏天 都是靠心率大 就是心电感应的那种心率 这样我比较放心 也比较准确 我还没有经历过那种 突然发现 监测到的心率和体感 都不太好的时候 但是有过一次是在 2019年的 无锡马拉松 那是第一次正式的比赛 破三小时 跑了两小时五十六 那次比较艰难 因为在那次比赛前的两周 就是整整两周 两周之前 跑了一个线上的 北京马拉松 自己 在公路上 跑了两小时五十一 所以可见就是很疲劳 那时候也 不往心里去 其实两周 恢复一个全马 是很难的 那些身体状态就不好 无息 但是因为 想要一个 能进田斜的成绩 为了以后报名 简单 就很拼 我记得在三十公里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 吸进去的气就没有了 给我吓坏了 人生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就觉得 你怎么吸进去 好像哭不出来 当时就全靠 因为我带着心率带 就看心率没有问题 体感也还好 就坚持 大概 调整了一公里多 将近两公里 然后就缓过来了 所以还是 尤其是冬天 一定要把心率 监测好 光天又不好了 有点再凉 血练结束 又是一个四天 冬讯到现在为止 还是很顺利 这几天呢 因为连续的三个 到四个 血练周期 都是跑量都相对的 比秋天和夏天的时候大 然后会有一些 轻微的肌肉的酸痛 或者说关节的酸痛 比方说 我还看到人说 触地平衡的问题左右 如果大家带 加明的设备 不管是心率 还是跑步动态传感器 就都能监测 那个值 那个值 其实每个人 很难做到 两边都是一样的 而且它也不一定 非常的那么的准确 因为你的脚 接触地面的时间 基本就在200到300毫秒 之间吧 或者再慢一点 可能300毫秒以上 就是那个值 怕个百分之二三以内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你要差特别多 你自己就能感受出来了 但是每个人 其实两只脚 两条腿 都是有很 很不一样的差别的 比方说我 我其实落地的时候 右脚落地的时候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外翻 所以呢 如果跑得多了 我的右脚脚踝的 右后侧 就会有一些不舒服 当然这些都在 可控范围之内 就是你跑多了 说白了 什么事情都是 你经历过一次 两次 你发现它没什么 到第三次 你就从心态上 就没什么了 而且为什么说 年纪大一点 适合做这种 类型的训练呢 长距离的项目的训练呢 就是你身体的耐性 也变好了 看一眼今天数据啊 都忘了 今天一个小时 两分钟 14.33公里 配速是423 心率是149 今天心率 平均心率 在同样的压力下 比昨天又多了 大概 大概3 所以就要休息了 今天下午 做室内的力量训练 就是大家 耐力训练 跑步训练 对心肺的压力 造成你心率会 会变高一点 在疲劳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做一些 不练心肺 练力量的东西 就可以了 在屋里做一做 负重的 或者不负重的 力量训练 挺好的 最后总结一下 这4天 第一天跑了21公里 加一个核心力量训练 第二天跑了24公里 跑了一次 然后也是下午 加一个核心力量训练 都是大约200到300个卷腹 然后像叫什么 保加利亚转体 还是什么转体 然后平躺举腿 然后趴在这个瑜伽垫上 然后上半身上几抬 还有什么 还有两个动作不太好描述 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 就是也是躺在垫子上 然后呢 把上半身撑起来 撑一个大概三四十度的脚 然后腿也抬起来 一样 就是一个V字形 然后腿做一些伸缩和这样的动作 也是每个动作基本都是200个 然后昨天是上午跑了21公里 下午跑了4公里 这就是一个魔术贴弹性的 别一个这种动作就行了 里边是一个扭扣电池 还是挺管用的 基本上也不用怎么换 一年换一次 好吧 那大家加油东迅了啊 嗯 会有好成绩的 咱们后天再见了啊 后天再见